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选委会 还有就是国内平面媒体的 报道方向的新闻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其他报道新闻 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宣称 政府不保证苏丹街被征的建筑物 将会归还给业主 这意味吉隆坡苏丹街征地的争议 还未完全解决 安华刚交案的辩方证人 也是澳洲的DNA专家麦当劳指出 相关的样本有超过一个人的DNA反应 而非只有安华而已 看来这个苏丹街的征地的征地 短期内还是会延续下去 可是我觉得今天最受瞩目的一个消息 肯定就是这个苹果的CEO Steve Jobs今天辞职的新闻 我想问两位就是 你们觉得说你们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Jobs的辞职我最感觉到难过的 是因为他健康的问题 引起他不得不辞职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跟Bill Gates是同一个年代的人物 在当时就是美国生产电脑的公司 主要是这个Apple跟那个IBM这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当时这个Apple在一段时间的竞争过后 反而输给了IBM 那今天你再问有多少人还记得IBM 可能好多人都已经把IBM这个公司给忘掉了 那么曾经前一个段时间 美国最辉煌的公司 是这个Microsoft的这个 Bill Gates所领导的这个公司 那Apple呢 他是一直是慢慢地爬着 而且他的方向跟PC的方向 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这个道路 这样子使得这个Apple呢 逐渐在这个市场上建立起他自己的这个特色 他先从小众市场建立起来 对 从小众市场建立起来的 而今天他已经甩开小众市场 而进入了一个大众市场了 但是永远商业的这个领域 都是30年合同 40年合息 我们今天看到Apple蓬蓬勃勃的这个事业 可能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 你可能又发现另外一个品牌 会取而代之的 那今天你看到 就是Apple始终把他一些这个 保密的这种资源密码并没有开放 那他不开放的情况下呢 相对的他的竞争者 比如说Aero的这些手机 他都在开放中间 所以他仍然是面对很强烈的竞争的 所以这一次的Jobs的这个辞职呢 我觉得对Apple来讲 在信息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天梅呢我知道是你的偶像 我其实是今天一睡醒我一开店的时候 我看Expro看BBC 第一句话听到就是 贾博斯今天辞职了 然后接下来听到的是 苹果股票掉了5% 说真的我那时候是真的整个人吓到 我希望我有买 但是现在买不买已经不重要了 那时候我是吓到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品牌它成功 有时候跟那个它的代言人 因为贾博斯它本身就是 你给人家感觉就是Apple就是贾博斯 贾博斯就是Apple 当它代言人退下之后 谁能够取代它 谁能够取而代之 而且今天Apple的盈域之所以成功 除了贾博斯之外 当然他现在那个Tim Cook 两个人他们合作五间 一个管盈域一个管创意 那现在虽然Tim Cook取代它 可是问题是说 创业的部分谁能够取代贾博斯 对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呢 看来大家都对这个Job Steve Jobs 我每次搞错 就觉得说是非常有深深崇拜之意 我觉得说我们先来看看这短片 这个是由我们这个制作团队 团队制作的一个短片 然后看看说他今天辞职的一个来龙去卖好了 我们先进一段短片再说 作为全球科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乔布斯Steve Jobs 今天向全球苹果迷抛下了一颗震撼弹 患病已久的乔布斯先生 今天向苹果董事会 递交辞成 并推荐库克接任CEO的职位 乔布斯在辞职信里说 如果有一天 当他再也不能履行 作为苹果CEO的职责 并满足人们对这个角色的期望 他会第一个告诉人们 不幸的是 这一天已经到来 乔布斯的公开信发表后 苹果公司也在同一天发布新闻 表示董事会已经接受他的从词 同时任命库克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乔布斯辞去苹果公司CEO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 在过去的30多年里 他影响的不仅仅是苹果 还有全球科技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国际评论认为 苹果管理团队强大 乔布斯后继有人 而市场普遍认为 这并非是一个重大的意外 投资者早有预期 作为乔布斯的接班人 库克曾经在IBM和Compact电脑公司任职 被认为是一个营运天才 过去乔布斯请病假的时候 他还精干地领导这公司 在乔布斯领导苹果的这些年来 苹果公司从撑不过几个月就要破产的企业摇身一变 成为一家非常赚钱的企业巨头 成为全球最具财务价值和影响力的科技公司 每项新产品都受到消费者的热切期待 产品一经发布就被消费者抢购 并被竞争对手模仿 而产品定价常常比竞争对手来得高 乔布斯改变了手机、电影、电视、出版和其他产业 从Mac机到iPad再到iPhone和iPad 苹果公司在21世纪的前一个十年里 以源源不绝的创意和追求完美的勇气 缔造了品牌营销的传奇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 我本人是想要非常做这个动作 就是真的没眼看 因为我不知道说 这个举足轻重人物这样子辞职之后 我不知道说对苹果这个公司有什么影响 因为它最近才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 来 姐妹 你觉得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说这个苹果股价就会从此一绝不止吗 我觉得倒不至于啦 过一阵子可能还会是回升一下下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对苹果的产品的信心指数 开始已经往下掉了 那到底Tim Cook能够挽回大家的这个信心指数有多少 或者苹果是不是很快又会推出一个 这么有魅力的人出来 那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低 可能就像刚才加码所说的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嘛 当年我们大家用Nokia 觉得Nokia是最夯的手机 现在Nokia已经没落了 你小心哦 你这样子会暴露你自己的年龄哦 好啦 继续继续 我走不下去了 我说完了 好 这个加码怎么看呢 所以我看一个企业的成功 跟他的企业文化是齐齐相关的 那么企业文化的核心呢 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人物 是他的核心 那如果这个Jobster退役之后 他的接班人能不能就是重整旗鼓 当然我们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 那很可能他比他的前任有更大的这个魅力 我们这很难说的一件事情 但总之Apple不会瞬间的消失 在重整之后呢 我相信可能遇到某一种机缘的时候呢 他还可以重整旗鼓的 所以我要你们简单的形容 这个苹果创业的过程 给你们的一个影响 你们会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呢 不需要一蹶不振啦 都是只要你坚持都是有春天的 我觉得苹果最重要的是科技和个性 科技和个性 我本身就非常希望 就很喜欢他一句话就是说 削减成本呢 并不是拯救苹果最好的方法 创新才是走出困境的方法 好我们呢 先进入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呢 再来带你看看最热门的血验消息 还有点亮度可以 看来 Number Three 像画这个项暗所 不是讲Cheante match那 我进到 singular地 起 thinking 備兰灰灰